大家好,我是李水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G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前面讲了很多内容 从GPPM的最基础的环境搭建 到Hello World也到GPDL也好 到GPPM的一些初级的一些好 还有现在讲到了一个高级的部分 咱们积累了大量的代码 从这节课开始 就是我利用这节课时间给大家去整理一下这个代码 让大家去更好去理解咱们这块讲的一些内容 总理主要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说咱们以前写的一些代码 包括这些controller大家看到了 就是好多controller 其实有些controller是以前咱们已经用过的 现在已经废弃了的 把这些我就把它删掉 而且这些还有一些咱们代码注视不多 这样的话大家下载下来以后 以后去看的时候也比较费劲 所以说我这节课 包括不光是这些后台代码 前台页面也好 包括一些咱们这个格式也好 注视也好 给大家准体的去整理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更有助于咱们后续的学习 因为咱们后续的学习 就从这节课开始 更加趋向于规范化 系统化 更加贴近这个实际项目了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的目的 咱们先把它启动起来 看一下哪些地方需要咱们去改善 我教大家知识过程中 同时大家一定要看到 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节课 因为 因为这节课咱们以前讲的一些东西 咱们都是在相当于是猴子掰棒子 就是看到什么东西 咱们就讲什么东西 看到什么东西好 咱们就哗哗哗往身上背 但是 咱们没有做整理 如果没有做整理的话 你的心理箱大家也了解到了 你的心理箱会有很多的东西 乱糟糟的 这的话你的容积会变小 就是本来能放很多东西的 但是这么一弄 好多东西都忘了 记不起来了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学习的目的 同时也为大家去创建一个好的学习方式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首先从前端看一下 咱们首先 练大家这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页面上看一下 咱们到底需要去哪些地方看得比较别扭 首先咱们需要整理 从第一个系统管理员看 流程列表 流程列表 咱们看着是怎么整理呢 就是咱们现在这么多流程 部署流程 15个乱七八糟 有些是他 咱们一些decision 这些本来就不用了 就是讲过去以后 现在没有用了 怎么办 这流程咱们先不要了 先删掉 删掉怎么删 不是去数据库里边一点点下 我教大家个方法 就是启动的时候 咱们以前用过 这边改成create 原来是update 咱们现在改成create 这样的话 启动的时候会重新键表 重新把这个删掉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 gppm的一个工作 它hypnate给咱们提供的一个工具 这个是第一个要优化的地方 其他地方这些咱们先不做优化了 第二个 这个叫部署流程 这个标签叫部署流程 大家看一下这里边页面又很杂 就是咱们以前用到的一些功能都在里边 就是咱们最开始讲解一些 没有用到ezy ui的时候 这些都在里边 咱们现在也给他留一个 就是只留一个 gp部署 就是我只是只留一个选择文件 这种部署方式 其他部署咱就不要做 不做了 咱们找到这个页面 咱们看一下这个页面是哪个页面 应该是index 好就是这个页面 咱们只留一个 只留一个 这块都不留了 只留一个这块部署 咱们给它改名字叫 部署流程 gip 其实只有一个这个就够了 咱们看一下 ok 其实只留一个这个 然后选一个流程 gip 文件 然后点部署 这就部署了 这个就是咱们这 这个要优化的地方 以后咱们就这块部署流程 就不经过后台了 就从这部署了 就说这个就是直接咱们去正规化 还有这个testtest 咱们放到 把他这个 我这个windows调色方案 老是怎么去别扭啊 他老是不 其实他老是 大家每节课 其实是好多都看到这个东西了 呃 就首先表示抱歉吧 让大家看到这个东西 他其实就是跟这个微软 问7这个 后边这个透明这个工具栏 去冲突的这种效果 好像是 就录屏软件和这个冲突 我还没去找解决方法 有时间我给大家找个解决方法 搞了大家每次都看到这个界面 给大家道个歉啊 呃回入正题啊 这个test test 咱们和管理员这个本来是个测试的东西 咱们搞的这么高级别干嘛呀 咱们就把它拉到下面 不影响咱们视线 看一下咱们test在哪里 哪里 好 把它 搞到最下边 随便不影响 我想用的时候 你我就去下边拉 找你 不想用的时候 我就不管了 放到这里 这样的话才 更加舒服嘛 就是我的测试都放到这块 大家看一下 我不影响我整体的一个 效果 看到吗 测试在最下边 咱们平时还是用正式的比较多 测试的还是少 如果想用测试的 咱们最下边 这样的话就是说 从界面上发现问题 咱们做软件也好 做任何应用也好 就是做到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就是特别想着用户 这样的话用户才会喜欢你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就说 咱们做一些 苹果一说是Mark的系统 Mark的 苹果的一些手机 iPhone 它们为什么那么好 它就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了 那就用起来 体验性就是好一些 所以说 包括现在国产的一些手机 也是体验性很好的 包括小米啊 什么的 华为啊 所以说人家做的 就是用户比较喜欢 能做大 咱们这块也是为大家着想 把态势放到最下边 咱们经常 这个态势的看到的别扭吗 处女做的肯定是受不了的 咱们就改善测试吧 为什么别的都是做王 这个是阴亡呀 有时候大家会问我 测试 没赶过来是什么原因 这个好像是没刷新的样子 咱们看一下 哎 这个为什么没改过来呢 测试 要保存了 没改过来 没改过来 重启了一下 可能是他就没有 重新部署一下 然后再启动 看他没改过来 看一下 Tomcat默认是热部署的 就是说改改完了以后 他立马生效的 在这个为什么没改过来 咱们去研究一下 这块多了一个逗号 咱们看是不是这个逗号影响 它怎么会启动错误呢 报错吗 报错 Probably target is required 这使不认定一个错误 看一下这个错误 它是使不认定去创建病的时候 创建事物病的时候 我们要创建了 咱们看一下 先把这个错误 先把这里边这个逗号取掉 这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咱们看一下是否是咱们这个 这块改成create 看一下数据库有没有影响 到底生效了没有 确实是把别的表给删了 这里面看一下里边的东西 他说这里边 其实他说sys of factory没有建立而已 咱们再重新起一遍 看看是错在哪里 这个错我也很意外 就是说我之所以就是 我遇到这个错误 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 就根据咱经验 咱看一下 它是肯定是spray启动的时候 报一些 报这个错 这个错是非常熟悉的 就是这种错 spray启动的时候 报的错都叫这个target requered 一般是从最上边的开始找 对战嘛 这上边的打印是最 design controller 处理 这边的表没有建立 看最后一边 然后这边 表没有建立啊 我记得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因为咱们这个引擎建立表的引擎 它不能用这个引擎 这个非常有问题啊 不能用inrdb的问题 咱们先把这个inrdb 我是想把它注释掉 我想这样 Fairy 不能用快捷键建了 然后我就 付通睡画的注释掉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我去研究研究 跟我一群研究一下 它到底为什么启动的时候 这个… 不能用inrdb 难道是我的数据库 版本太高了吗 他可能有时候数据库 买拆扣的版本 有问题的时候 他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依稀记得是 他建立了不了表 这个咱们其他地方都没动 只是想让他重新建一下表 他就出这个问题了 咱们就怀疑 这是这个引擎问题 看一下 还是出这个串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没找到 说明他这个 引擎不叫这个名字 咱们个 inner db 咱们删的有点多了 就inner db就行 d不要删了 咱们看一下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费了一些时间的 就说 尽管我这块 最近 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 但是还是需要 就是反复的尝试 去做这个东西 大家也一样 就是说遇到问题 不要着急 我看的有些 就是有些同学经常遇到一个错误 然后就赶紧发邮件给我 发邮件的时候 只给我截了个图 看那个邮件 其实这个截个图非常费劲 让我看起来 就是大概就是有一些 报一些控制证 这些其实大家随便动动脑筋 就能看到解决问题 所以说解决问题 大家还靠自己 靠自己多去摸索一下 如果你解决的话 解决的话 解决过一两遍以后 以后的问题就当然 你也有信心解决了 有经验 看这次就没有爆出 库也肯定是建立起来了 这个就是这个数据库引擎的问题 看改了以后 咱们还得给它改回来 我把这个改成update 其实这块还得改innerdb 如果不改innerdb的话 它还是会有问题 咱们先做给大家讲解嘛 就是说这个 我先以讲为主 具体这个innerdb这个问题 课下我去探索一下 和大家去交流一下 好 咱们再重新启动一下 其实讲课的 有时候就是 我也听过一些其他的人的视频 就是我讲课的时候 有人就是 不去做手操作 而是写好了 给大家讲 其实我这个 是比较反对这种做法的 让大家看得比较迷糊 就跟咱们上大学 老师里边讲的一样 拿个PPT讲半天 讲了下边人都睡着了 他都走光了 他也不知道 我这块讲的就是 结合一些实践 尽量的结合一些实践 实在就是讲起来比较费劲的 很浪费时间的 也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 就之前写好 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没问题 这个咱们再看一下 出来了 这块改成测试了 也没有问题 刚才可能就是启动的时候 那块报错了 他这块其实就没有启动下来 哎这样的话就OK了 然后还有一个咱们看一下发起任务 这样工资块什么去 这个没有问题应该是 组长 就我的任务 发起任务 查看任务 查看任务 这个其实就没有用了 咱们查看任务 这个也不算了吧 因为什么 因为查看任务 咱们现在把它放到一个链接里边的 咱们算这个有个查看链接 找到这个页面 把这个查看任务也给大家去的 就是我的任务 还有发起任务 都是我的任务发起任务 我的任务发起任务 这个总监为什么不一样呢 咱们把给的总监这块 也给弄的一样 中间 经过这节课的 给大家重新布置一下以后 就感觉就 肯定是清爽多了 建议 这总监 然后再看一下 页面的效果 员工只有发起任务 组长我任务发起 我任务发起任务 这样都是OK的 都没有问题 这块界面上咱可能看到的东西 咱们就做完了 优化完了 然后看一下后台这块 咱们也做一些优化 因为我每次做一个代码 都是给大家新建一个项目的 所以说我这块删一些东西 其实是不影响的 其他地方肯定也有的 大家看一下 咱们去保留哪些地方 系统管理员流程 列表和 部署流程 这两个流程 这两个流程 先关了 我习惯就是不让它影响 流程列表 部署流程 咱们看这块 在哪个 在哪个 controller里边的 咱们新建一个controller吧 干脆 咱们叫它 以后都用这个controller吧 清晰一点 咱们叫它 nive controller 高级吧 这高级叫high 咱们都用这个controller 所有的咱们用到的方法 咱们就是都让它在这里边 先把这个删掉 咱们看一下 部流程列表 流程列表是在哪个里边呢 如果 list detail.gsp 它直接跳到了个gsp 类似 这里边查询是gridlist 好 咱们找到grid 意思就是它 咱把它拿过来 放到咱们这个high这里边 然后这块给它 改成 ro 类似的度 哎 这块就ok了 这是一个拿过来了 咱们再拿一个就是部署流程 部署流程是在这块 咱们刚才也看到了 在index.gsp里面 它它会 它直接取了deployed upload 露着点度 这个方法 咱们找一下 这个方法 咱们把它也去挪到咱们这个最新的里边 然后同样给它放到这块 这块咱们就路径 咱们一定要改 改成咱们的一个相对路径 ok 这样就行了 这个解决了以后 咱们看一下 后边就是员工的发起 发起任务 这些发起任务 这些标签 它们在哪块 star.gsp都是star里边 它们的ro star 它们请求是ro star 好 咱们找到ro star 好 这个方法 发起流程 咱们也放到这里边 save加table 让它去 后退 也是ro 改一下 咱们改成 改成 how 怎么这块 那反了 这种叫how 怎么都改成ro how 刚才改了几个地方 咱们也改回来 how how and this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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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改过来以后 咱们再看一下 我的任务这个标签 我的任务这个标签 我的任务它是在哪块呢 在拖task list 也在拖里边 拖task list 这两个 咱们把它去放到咱们这个海里边 然后给它换 怎么就叫嗨 to task list 它进入这个页面 然后这块也让它变一下 好 这块应该是改完了 测试这块 查询角色有一个 咱们这块也要改一下 get raw 咱们先把这块改了 在这块 get raw 然后这块看着很热 里边还有一个 还有部署流程 还有一个完成流程 完成流程在哪块呢 还是在这个detail页面里边 它也有一个 然后咱们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漏掉的 这个颜面 这个里边还有没有 不是嗨的 不嗨的 咱们都把它干掉 所以说人必须跟我嗨才行 部署流程 还有一个部署流程是还没改过来 部署流程 部署流程可以改改变吧 因为咱们将来尽量少用这个 咱们将来肯定是 大部分还是在用那个 是页面的 直接部署 让大家去 更加去领会 这个部署流程 这个真实的感觉 好 嗨了 它嗨吗 嗨了 嗨了吗 嗨了 嗨了吗 嗨了 OK 基本上完成了 完成以后我就开始把这些 这些东西删掉了 删掉之前 为了保险起见 给大家备份一下 咱们先建个工程 因为做删除这个动作 是一定要谨慎的 任何时候删除 到时候你要删错了代码 或者是代码没提交 比如是限制生活的工作中 代码没提交 忽然删了 会被别人冲掉了 到时候你什么感觉 想死的心都有了 好 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一定要解除 一定要备份 就是在限制 比如说咱们在现场环境去部署 一个叫系统 一定要把原系统部署 重新备份一下 然后再播出 包括数据库这些东西 一旦出现事故 那将是非常严重的 是你承受不了的事故 不是说是你 我要辞职就没事的事故 你给产生损失 那太大了 在这事 很慢啊 把这些没用的先关掉 我这个电脑的CPU 有点不给力了 现在 改一下 这是老电脑了 OK 好 我肯定里边还有个12里边 我就知道它在这边 咱们手动删了 但TOMCAD里边部署 它没有删掉 所以咱们把它也删掉 OK 重新部署一下 然后 开始 删除一些无用的东西 走 我把它都干掉 看得好爽 没用的都干掉了 好 这样的话多爽 然后实体 这个实体 咱们已经写过好多了 具体哪些 这个里边 就是为了大家 就是拿到这套代码以后 就是看得更清楚 我给大家都添一些注释 这个实体就是请假 请假的实体 这个是 这个是 主件 这是 名称 应该还有一个 我说呢 放到前面 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叫性命 别人看着你代码 看着一嵌就懂 这是请假天数 这才是好的一个代码 不能说好的一个代码 比较好的代码 这叫部署流程的实体 这叫 流程 ID 流程部署 ID 流程 流程 名称 流程 K 好 从应该就这三个 这个是 任务实体 这里边就是 任务ID 任务名称 任务 节点名称 其实是那个任务的节点的名称 这块 还有一个 叫做任务 接收人 这个是实体 就是咱们那个 用户 用户 角色 实体 用 用户 ID 用户 用户 用户的 角色 ID 角色 ID 角色 名称 应该没有了 这个这几个都加上 是注释了 这块我也给大家加注释 这个叫做 咱们都用这个道吗 数据库 操作 操作 类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这个不做注释 这个就是 做个注释 都注释 Spring 数据库 操作 模板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呢 插 插 哎呀 怎么办 放这边 插入 请价 请价 实体 这叫做 这叫做 获取 请价 实体 这个是这个已经有了 咱们看一下这块 怎么就是 咱们这层 server层一般叫 业务 业务 逻辑 类 同样的 这块是 插入 插入 限价 实体 这块 叫 获取 限价 实体 大家别看这些注释 比较麻烦 但这些注释 对你来说相当重要 一般人写的代码 就是一个月 会写好多代码 一个程序员里边 你如果不兼加注释的话 几天就忘了 就是 叫做 结束 节点 监听 类 这个叫做 这个其实咱们已经用过去了 这个是 decision handler 这decision 解 直接点 处理 类 OK 这三个加上了以后 咱们看一下 这个叫 controller 就是 这个叫什么 这其实就是MVC的 Ccontroller层 就是 最小的controller吧 类 类 然后这个 给做个注释 就是 也 不 逻辑 或去流程定义 这个叫做 咱们controller这层 咱就不做 那个 那种 那种注释了 我一般习惯就是 controller这层 因为别人不调用它 就直接看一下 就用直接双斜 双个反鞋盖 注释 就是 zip 部署流程 发起流程 这个叫 跳转到 这叫任务列表页面 这叫 刚说 过去角色 测试 这个叫做 这叫做什么呢 完 完成流程 部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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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些注释都写上了 这样的话 看起来就整个的 大家非常清爽 看了以后 代码也非常整齐 看 这个list 咱们不要了 把它删掉一样 这几个都是有用的 然后这块 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 启动了以后 启动一下 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 这个是否能运行 然后咱们stand 的时候有没有删错的地方 这些课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代码以后 就是大家就拿它 就是能下载一下代码了以后 就是能学习的时候 自己学习的时候 就非常方便 看的 OK 首先的页面是看着没有问题 部署流程 员工发起流程 助长 流程 发起流程 好 这些应该都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看 让它部署有个流程吧 咱们点部署流程的时候 自动给把那个流程给部署了 这个部署流程的时候 每次 点一下 就自动部署了 好奇怪啊 咱们把这个部署流程 这个菜单给它改一下 不让它这么搞 部署流程不能这么搞 部署流程应该是跳在部署流程 然后那个页面 它跳到GSP页面了去 没跳过去 咱们看一下什么原因 应该点GSP没找到 把这个斜杠去掉 这个斜杠就是从更路径开始找的意思 看一下这样的话有没有 哎呀 好了 这样的话都不会有了吧 想咱们把它 把这个流 已经部署这些流程给删掉 这样的话以后咱们多测试也放心 删的时候怎么删呢 还给它改成create 但是我虽然有点复杂 但是我还是执着的 要去stand 虽然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嘛 就是为大家的体验性好一点 全新全新 为大家服务 大家不要感觉那这个流程是偏空出来的 因为那个这个流程是 原来这个indic页面直接给调用后台给部署了 这儿 所以说我现在不让不想让它部署 我就想自己部署 不想让它部署 影响我的视线 冲击的就会删掉 好 应该是没有了 我再给它 换回来 这个什么时候才能不换呢 我看看是不是数据库版本的原因 以前绝对不会出这个问题 最近我装的是那个高版本的一个数据库 买筛口 大家装的时候是装一个稍微低一点版本 比如说咱现在应该是五点五五五五五六版本的 比较新了 可以稍微装一个地点了 不要create update了 哎呀 哎呀 失误了 还得回来 失误了 失误了 刚才把这个create没有改过来 倒是键表的时候又会保存 它又让键表了 我其实不想让它键表了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就是稍微喝口水 一分钟 一分钟搞定 搞定完了以后 咱们这些课就完了 结束了 好 就像咱们还是用这个InnerDB的驱动 再改成update 然后启动 这是启动 如果正常的话 咱们就可以没问题了 OK 看一下 没有了 咱们现在让它部署一个流程 咱们就想自己部署 就不想让它自己部署 我把这个拿到 这面去先建一个 GIP文件 黑GAPPY 好 那我让它部署 OK 应该的部署没问题 咱们以后就不看这些了 就直接部署了 看这些 咱们现在都在页面上操作 显得多牛呀 不去后台去处处处理 而且正式场合 我要想部署个流程 肯定也是这样的 你不能让一个系统的维护人员 去拿着一个例子去搞去吧 你只能说咱们程序员给它起好了 让它去这边后台一咔咔一部署就OK了 是吧 都方便 后来还以后还会讲更方便的 这是咱们这期课就讲这些就是给大家优化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从页面到后台 包括注释 包括代码 让大家去拿到代码以后就学习的时候非常方便 咱们这期课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